暗巡人员将洛海夫人救起 借力把人从下坡坏上救上岸 地点在嘉义东石渔人码头 女额客疑似为了捡东西意外洛海 岸边接应的暗巡人员已经准备好保暖毛毯 为了争取医治时间 还用公主抱的方式将人送上救护车 还好送鱼治疗后没有大碍 另外在更北方的高雄新达港 海巡队也出动救援 发现人在交往上面 人还有在在在会动 海巡人员发现渔民独自倒在鱼阀上动弹不得 立刻上船协助救援 这名渔民凌晨从安平渔港出海后失联 海巡晚间接获报案 透过手机最后发报位置 锁定渔民仍在高雄新达港外害 海巡人员发现渔民时 他生命迹象稳定 只是无法言语 赶紧争取时间送医治疗 还好两起案件 都有海巡署人员即刻救援 保住民众性命 民事地园南部最后报道